这对老夫妻第一次拍结婚照 居然是为了离婚 老陆和玉娥结婚已经40多年了 可因为时代的原因 一直没有领结婚证 他俩今天本来是要离婚的 可规定只有结婚证才能离婚 两人无奈只好先去拍结婚照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两个步入耻目之年的老人选择离婚 故事要从几天前说起 老陆一家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 家里虽小大儿孙满堂 一家人齐了荣荣 但这天一风来自台湾的信件 打破了他们原本宁静的生活 原来是玉娥的初恋要回来了 30年前玉娥身怀六甲 丈夫刘燕生是国民党军官 战败后随军撤退台湾 混乱中他与丈夫失散 没能挤上最后一艘船 从此两人分居两岸 本以为此生在南乡间 于是他们各自组建了家庭 三年前刘燕生的妻子因病去世 留下他和儿子相依为命 这两年两岸形势越来越好 还开放了探亲政策 刘燕生没想到 有生之年竟还有机会重回大陆 于是萌生了回来探望玉娥的想法 听到这个消息 女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的生负 她并没有什么感情 反而是孙女跑来安慰奶奶 她觉得奶奶开心最重要 很快就到了心理约定的日子 一家人早早开始准备饭菜 居委会还安排了小乐队 表示对台湾同胞的欢迎 还没到时间 刘燕生就提前到了 大伙放下手头的火 都赶紧出去迎接 硕大的厨房只剩下玉娥一人 三十年的等待 已经抽空了她所有的力气 玉娥怀着忐忑的心情 慢慢出现终在人群中 两个相隔多年的恋人 终于在此刻见面 纵有千言万语 也难以表达他们此刻的感受 看着白发苍苍的老妇 和记忆中的模样已然不同 刘燕生试探地询问 你是玉娥吧 我是刘燕生 玉娥没有说话 耳边是热闹的奏乐声 饭桌上玉娥介绍起众人 除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 还有居委会派来的代表 大伙对她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虽然一群人围坐在一起 但刘燕生就像是个闯入者 和这个家格格不入 晚上老陆邀请她留下来过夜 玉娥为男人铺好床 两人并排而坐 有些拘谨地客套起来 时间让这对曾经的恋人 变得既熟悉又陌生 两人偶尔对视一眼 随后又会立刻分开 刘燕生的心情十分复杂 另一边的玉娥也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大早 玉娥带着离家多年的刘燕生 跟着旅游团参观现在的上海 奔波了一整天 两位老人累的坐在车上睡着了 可手却自然而然地牵在一起 看着依偎在一起的两人 孙女似乎明白了什么 之后他们又来到一处工地 这里是玉娥和老陆的新房 等到盖起了就可以搬进来 董事的孙女借口上厕所 给两老留下独处的空间 刘燕生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带你回台湾 你愿意吗 玉娥却迟疑了 她和老陆相依为命40年 当初如果不是她收留自己 他们娘俩只能流落街头 老陆的恩情她此生都难以偿还 刘燕生表示 自己会尽最大努力去补偿老陆 殊不知这些话 被躲在墙后的孙女听得一清二楚 一向节俭的老人 花400块买了螃蟹 只为招待老伴的初恋 玉娥本想和她商量离婚的事 但看到从来舍不得花钱的丈夫 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刘燕生 准备了那么贵重的食材 玉娥突然不忍心告诉她真相 玉娥找到刘燕生 她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 老陆和她夫妻一场 40年的陪伴和感情 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放下 刘燕生也能理解 她明白自己亏欠老陆太对 愿意拿出全部积蓄作为补偿 她安抚好玉娥 表示这件事她来开口 晚上三人坐在一起吃饭 刘燕生主动提出 想带玉娥回台湾 老陆的心里其实早有预感 她说这件事要问玉娥 刘燕生说这件事 他们俩已经商量好了 老陆低下头埋头吃饭 她尊重妻子的决定 但拒绝了刘燕生的补偿 她这个年纪 有再多的钱也没用了 死了又不能带走 老陆希望玉娥能和孩子们商量一下 也尊重一下孩子们的想法 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讨论这件事 大女儿第一个不同意 二女儿拦着了大姐 表示想听听妈的想法 可玉娥却表示 一句有恩情 委婉地点出了她的想法 在玉娥心里 对老陆是亲情是恩情 但没有爱情 而和刘燕生虽然只有一年 却是实实在在的爱情 这几十年来 她一直为了这个家而活 为了子女而活 她现在已经一把年纪 想为了自己 为感情活几年 一众儿女却不买账 表示就这样突然离开 对老陆太不公平 刘燕生这时候站了出来 一旁的女婿忍不住泼冷水 区区十万在上海可根本不算什么 而你们嫌刘燕生给的钱太少 一家人吵得不可开交 一直沉默不语的老陆突然爆发 他答应和老伴离婚 刘燕生的钱分文不要 他尊重预额的决定 孩子们还想说些什么 都被老陆赶了出去 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餐 然后和玉娥来到民政局离婚 可工作人员却不给他们办理 因为他俩虽然在一起几十年 却没有领结婚证 老陆表示自己今天是一定要离婚的 工作人员给他们出了个主意 接着老两口便来到旁边拍结婚照 几十年来的第一次拍结婚照 没想到却是为了离婚 终于结婚证办好了 两人带着结婚证来到民政局 工作人员却表示 还需要签好离婚协议才可以 里面必须写明关于财产的分割 他们哪知道离个婚还这么麻烦 工作人员让他们准备好材料再来 老陆这下傻眼了 这对老夫妻去离婚 结果离婚证没办成 反而领了结婚证 老两口结婚四十年 孙子孙女都一大堆了 玉娥的初恋却找上门 玉娥决定跟刘燕生回去 老陆选择尊重妻子的决定 结果折腾一出 离婚证还是没办成 只能先回去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借着酒精 老陆将心里的委屈 一口气全部吐了出来 他本是部队里的副连长 前途一片光明 后来看玉娥一个人拖着孩子 实在太可怜了 他以前的战友 不是团长就是师长 唯独他在造船厂当了一辈子电汉工 他不懂什么是爱什么事情 更不理解这几十年来到底算什么 一旁孙女为爷爷打抱不平 觉得这样太不公平 老陆瞬间激动起来 可吵闹声却引来了林桌的不满 两群人吵了起来 结果老陆中风晕倒 被送进医院 医生嘱咐道 不能让他再受刺激 都说病来如山道 出院后一向身体硬朗的老陆 一下子虚弱到只能坐轮椅 刘燕生和玉娥在一旁照顾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陆的病情慢慢好转 刘燕生到市场里 特地给老陆买了甲鱼螃蟹鲍鱼 以及各种名贵食材 回到家亲自下厨 煮自己最拿手的佛跳墙 玉娥感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老刘什么都不会做 现在却练出一手好厨艺 刘燕生怀念地说 这道菜还是她在台湾的老婆 手把手叫自己做的 玉娥第一次开始反思 她和刘燕生之间的感情 四十年人都会变老 他们的感情又还剩下多少 也许更多的只是不甘和遗憾 晚上三人再次坐在熟悉的桌子上 老陆拿出珍藏二十年的好酒 开心地聊着当年的事情 他们聊起当年撤退时 刘燕生说当年下着雨 老陆却说当年明明艳阳高照 玉娥在一旁表示赞同 三人记忆的偏差 也从侧面说明 这些年玉娥和老陆相互陪伴的感情 临行前刘燕生找到儿子 打算给她单独留点钱 以弥补这么多年的亏钱 随后一家人在一起吃散伙饭 老陆唱出了那首藏在心底的歌 却不成想突如其来的一场雨 打断了她的倾诉 这最后的一次聚餐 就这样被打散 似乎从刘燕生来到这个家开始 就没有一次完整的聚餐 码头上玉娥伤心的和刘燕生道别 最终玉娥还是决定不走了 因为老陆的病情 让她不能为了自己感情而离开 老陆有恩于她几十年 现在是她报答恩情的时候 多年以后玉娥和老陆的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他们住进了宽敞的新房 房子大了家人却离得远了 玉娥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 可孩子们都忙着工作 只有孙女还陪着身边 孙女也快结婚了 之后要跟丈夫去美国定居 偌大的家 最终只有老陆和玉娥相伴 都说人生古稀老来办 年轻时候 轰轰烈烈的爱情 都不如陪伴自己白头的人 虽然生活平淡 但能陪你走到最后